年底县市长选举临近 台北市部分可能参选的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蒋万安 以及台湾卫福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近期频繁互呛 对此有分析称 县市长选战其实早就已经开打了 对于陈时中提出的戒烟想法 蒋万安在质询时表示质疑 戒烟对于抽烟人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果在选举前做这个动作 反而带来风险是更高了 若有选举的考量 我宁愿不选择这样的一个路 我相信健康一定是部长唯一的考量 因为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 不仅如此 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副市长黄珊珊 被发现上台唱歌没戴口罩 陈时中表示按照规定应该要戴 而蒋万安则表示 是防疫规定还不够明确 暗指陈时中 有医生 那地方卫生区去认定 所以是尽量不要还是绝对不要 我们那时候在 大家看我们3月1号所公布 跟我们今天4月1号公布的 就是说唱歌人要戴口罩 相关的防疫规定 我想如果能够更清楚明确 让民众了解 我想大家更能够有所依循 对此 有台湾舆论分析称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战的攻防 现在已经悄然开始 综合近期台媒民调 在台北市的部分 如果蓝绿白分别推出蒋万安 陈时中和黄珊珊竞选 三人得票率 由高到低 依次为蒋万安 陈时中 黄珊珊 也有民调分析称 蓝营支持者对蒋万安的支持 已经到达高点 不容易再有突破 而黄珊珊对蒋万安选情 主要的影响 来自中间选民 年轻族群 以及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 黄珊珊如果参选 虽然不可避免地 对蒋万安造成负面影响 但也可将其视为 阻止绿营参选人 扩大票源的蓝沙霸 选举末期 蓝白之间可能会发生 气宝效应 气宝方向将是 当时选举态势决定